汉庭那天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 就是其实在前一天 礼拜四的时候 你在节目里面就有特别呼吁了 但我没想到你本人要去 那去了之后 你当然也是鼓励大家就挥洒 你的热血到战场上面 勇于去当兵吧 只是你敢深入敌因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民众呛瞎 或者是有听到什么 特别跟你交流的声音吗 我是兑现承诺嘛 因为在上周的时候 我在直询台北市长蒋文安 同时也直询兵役局局长 希望兵役局也能够到现场去募兵 那后来兵役局呢 大概比较没有办法 那没关系啊 那就我自己去嘛 那就我自己去 那所以去了之后 其实本来我也没有去发彩通 或什么的 只是我到了现场之后 记者就看到我了 也是我们的中天大家的好朋友马德 那我就想说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马德呢当然也想跟着 我说你如果跟我过去 你一定会被打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现场的群众 不是那么的理性 尤其如果看到记者拿着中天中视的麦克风 又摄影机的话 过去就其实这几天 就已经有我们的中天记者 在现场是有被这个呼喊叫正叫嚣 第一天是上上礼拜五那一天 就各种很不礼貌的粗暴对待 那其实从太阳花的时期就是如此 太阳花那个时候是更激烈了 有点中天啊 TVBS啊 当时所有的媒体 只要是不挺太阳花的 都遭受到学生的 蛮横 无理 粗暴 暴力的对待 所以当天我跟马德讲说你如果跟我这样过去 然后后面又扛了一大台摄影机 你一定会被打 你是怕会波及到你啦 蛤 没有我比较担心他 我无所谓 我被打我就打回去啊 我被打就打回去啊 我们不主动攻击别人嘛 但如果别人来了 我们当然是不客气就打回去 那所以呢 就是那马德就说 那他就拿这个手机拍 那所以我们就手机拍 就现场大概就是到了 如实画面当中所看到的 那在现场当中其实所听到的一些东西啊 因为他们也没有很认真在讨论国会改革啊 那不过当然我还是要先说 因为我没有在现场待那么样的久 所以听到的部分可能也不是很全面 但第一个他们主要还是在抨击 黄国昌 攻击傅昆奇 就基本上都是在做人身攻击 那不然呢就是在指控啊 蓝白联合卖台啦 习近平指示啊 或者就还是在继续造谣啊 什么黑箱啊 两罩啦等等 你看两罩这件事情就已经被打脸了 但是在台上就继续讲 不然呢就是在抨击 说你看啊这个这个讲一些国外啊 什么让世界看到台湾啊 台湾都被打压啦 这个立陶宛也很爱台湾啊 不是啊立陶宛不是已经把我们的办事处给改名了吗 你看拿了钱之后就改名了 所以台上胡说八道 台上的人也没什么特别的素质 那底下也就是接受 那底下的群众呢就是有老有少 不见得全部都是年轻人 也有很多的长辈 因为可想而知 其实从下午我们观看直播的时候 就有非常多的长者 那其实都坐在下面 因为不用上班嘛对吧 然后呢就是到了晚上 这点是不否认 晚上的时候陆陆续续从 散岛市捷运站就来了非常多的人了 不过我还是要说 第一个我们除了在现场这么好的机会 应该要募兵之外 又有一个好主意 因为呢我前两天看到 小英之友会这两天在干嘛呢 他在公益啊号召捐血 所以下礼拜二我呼吁啊 小英之友会的捐血车 也应该要直接开到散岛市那里 直接开到青岛东路上 看有多少人愿意捐血 对不对 革命是要流血的啊 你们不愿意去当兵 啊这个不要你看每个人的爱国方式不一样 那捐点血总可以吧 这个跟政党立场也无关 这跟台独也无关 捐血行公义无偿献血 表示你是一个真正有爱心的人 不见得你是爱台湾 不见得你是爱民进党不见得你是爱爱清德 捐个血对吧 爱护台湾的老百姓 这应该可以吧 所以在这边也真诚的呼吁 我们的卫生机关 或者一些公益的单位 都可以把捐血车开到现场 那当然啦就是如果说 那天其实有 那天有 五台捐血车到了10万人的线 号村10万人的现场 结果你知道整个统计下来 整个晚上多少人捐血 多少人 两个人 哈 两个也太少了吧 这是我们在这个 亮哥也有提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可能 那你拿那么多物资 应该都吃饱了 还不好 中华民国捐血协委 那天有派五辆捐血车到现场 我刚刚看亮哥发的这个稿子 他发的那个讯息 他有说两个 只有两个人捐血 然后大家也觉得太意外了吧 这么多人 对啊 大家热血沸腾的 会不会是 现场宣传不够 或者有可能是 因为资格不服 我念一段 郭正亮委员他们 他有发 他说台北市议员侯汉廷 于立法院外抗议现场 举着洗目的标语 上面写着 中华民国国防部 三军院校招生中 而且还对着台下的大学 忠措生 说你们不是要上战场 爱台湾保护我们吗 这是给你们的绝佳机会 结果这群 黑熊软堂不发异语 还有最好笑的是 中华民国捐血协会 当天听说已经有 十几万的热血青年 聚集在立法院外 随即派出了五辆捐血车前往 结果 截至当天晚上十点钟 两个人肩血 这个消息也不是那么准确 因为我没有在那边骂黑熊卵堂 我都讲说黑熊学院浑身是胆 好不好 我都讲说黑熊学院浑身是胆 黑猫 黑熊学院是很有作战能力 我在现场讲话 这没有在现场讲 大概是热心的朋友 添有家畜 增加一些故事的可传播性 我是在现场说 黑熊学院这如此了不起 别忘记了 他们有30万名的神射手 当初曹星成不是捐了 这个几百万 然后要号召30万的义勇军吗 当时我还希望能够当个百夫长呢 而且别忘了 黑熊学院他们的作战能力很强 我问马德你知道是什么作战能力吗 马德说是不是包纱布的能力呢 我说不是 是认知作战的能力 非常的强悍 所以当然非常希望 这群人既然爱赖清德 那么就去当赖清德的国君 第二个我们刚刚说 这个现场有这个捐血 我刚想一想 第一个可能是宣传不够 而且他可能如果在后面的角落 可能不是在群众那边 因为这大型的宣传是开不过去 开不进去 他应该要开在那个中山南路那边 可能比较醒目一点 第二个也很可能什么 是因为资格不符 比如说什么呢 就是你又不正当性行为的话 其实某种条件是不能够捐血的 所以可能不是没有人捐 而是想要捐的人呢 资格不符 那我大概就说到这个意思 那再一个层面是什么呢 就当然我们现在希望 就是未来礼拜二对吧 我们也公开呼吁 我们的公益单位 卫生机关 或者小英之友会 那小英之友会 就刚好这两天在办捐血 那应该赶快开到现场 十万青年十万血 不要十万军 至少要十万血 因为现血一代 救人一命 甚至要七级浮屠 我是在帮这些抗疫的群众 做功德啊 好 再来呢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捐 哇 那就知道你们的德性是什么嘛 那如果你们捐了 那是侯汉亭呼吁的 谢谢大家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实际的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